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面對著所有的恩怨情仇 你可以直接解決被害者的痛苦 那種自我實現的價值 你幾乎每天可以感受得到 那是一種感動 那是一種自我肯定的價值 所以其實看了這本書 我第一個回答就想說 人家每一次問我這個 我都很簡單跟他打 我就想剛剛刑警 然後為什麼當市長 人生只有往前走 沒有往後走 這叫曲線問題 就剛剛這本書裡面 就談到了兩個曲線 S曲線的問題 所以我這本書 第二個我就想說 那有時候記者 我問你為什麼想當市長 那你就好好當刑警 但是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還是要不斷的往前接受挑戰 所以當我到第二次曲線 就是我在把警界 大概49歲就當到警政署長 51歲把警大校長當完 所有警界所有最重要職位 我全部當完 還包括刑事警察局局長 還包括桃園市警察局局長 都當完 那你當完這個曲線 永遠要停留到65歲嗎 這是我人生的思考問題 後來我想 每一個人要不斷地超越自己 讓別人有機會 自己才會有機會 公務員是這樣子 當你到頂端的時候 你不離開好 沒有一個人可以趕你走 但是你變成站在那個位置 底下有人卡死 選擇到別人有機會的時候 就是讓你有機會 所以我換了一個曲線 這個寒地所說的 它是兩個曲線 我先做到第三個曲線 那人生就是在這樣一個轉換的過程當中 往前走 這是我看這本書 最簡單的回饋 人生會不會有第四條曲線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告訴我自己 你的初衷是什麼 就像我在槍林彈堤 打仗的時候 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 換下是那一面國籍 蓋在我身上 我都願意付出 守護大家 這是我的初衷 這是我的養成教育 告訴我國家 正義跟榮譽 是我一輩子的追求 所以這個是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有沒有第四條曲線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永遠守著這會國家 守著這個正義 守著榮譽 這是我這輩子的價值